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介绍资深贷款顾问张力 张力你好 周乐你好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你要讲的话题是 所有的消费者最关心的话题 就是关于利息的环境 是的 在我们录影这一天 联储局居然在before正规的 六个礼拜一次的meeting 它降息了0.5% 造成很大的讨论 大家都在讨论 但是降低了好像股市还往下低 这个是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因为一般联储局开会降0.25是个standard 这次没有到开会之后突然降0.5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策 他一宣布以后是上涨300点 然后就节节败退 然后是以跌幅780点作收了 这个是我们录影的这一天 这种十年公债的回收率 在当天已经少过1% 这个是没有见过的 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在过去六个月的时候 曾经降到过1.4 那已经是差不多all time low了 那现在是连续降 连续降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给市场一个很大的反应 就是所有的央行 不仅是美国 大家都要起来联手就是 是 因为这个疫情对全球影响是太大了 实际上这个恐惧啊 一是对人安全 人身安全的恐惧 还有一个恐惧本身 他们讲就是说这个 the worst fear is the fear itself 恐惧的本身这个蔓延的太厉害了 因为这个是 这个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这个恐惧 不知道这个worst case有多么worst 可能是个perfect storm 那这个对经济的影响 对整个人生活生产工作的影响 这个都是unlimited的一个impact 难以估计的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各个国家应该联手 把这个利率降下来就是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还不够 INIF在我们今天也已经宣布 他要出资12亿来救这种正在苦难中的国家 是的 也有人说12亿哪够啊 够什么呀 是的 因为现在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大家在都是有点杯水磕心 因为原因是现在这个人球供应链 有点是断掉的感觉 因为在过去中国这么多年 依靠它的劳动力优势 它的资源优势 已经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呢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代替 从各个行业 consumer product到这个医疗 卫生到这个化工机械 那很多产业在中国都有这个链条中的一段 或者是一个或者是一段 对 上游或下游的公司 是的 这么一来都断掉了 是的 这样的话一个成品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上游下游 supplier consumer 现在都没有办法去买这个产品 所以整个产业链这样停滞多长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的经济影响非常大 因为在过去大家已经在想 就是说现在出了 习惯这个模式 对 习惯这个模式 还有就是美国是一直是 可以算一枝独秀 经济不错 因为美国的整个consumer的spending非常大 占了70% 那世界其他国家呢 经济基本上是步履为步履蹒跚的在往前走 所以现在如果这个影响的话呢 我估计有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 造成一个trigger一个全球的recession 这个recession多大就不知道 所以现在大家这个panic非常严重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 大家能做的是自己要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家人 对 然后下一步就是能够有机会 尽量做refinance 把利率降下来 这样的话你能掌握的 就是说你能掌握把你弄的利率降下来 这样guarantee你未来每年的话 你可以省钱 这样的话呢 不管是fix也好 尤其是现在这个 arm rate跟fix都降了很多 都降了 哦 连arm的也降了很多 那介绍一下现在的program是怎么样 因为是这样 这个fix固定现在最低可以降到 30年固定3.125 no point no fee refinance 这个是小额的吗 还是jumbo conforming 41万以下 不是42万 52万 51万以下的贷款 那jumbo loan呢 现在最低也可以做到3.25 最好的情况 比如快率分数800以上 贷款额就是差不多一个million arm loan现在也不错 那现在这个conforming arm最低也可以做到2.75 甚至有个别情况 某一小时可以做到2.625 这个已经是历史新低了 2.625 实际上还不是历史新低 在我记得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bomb虽然没有跌的这么低 但是那个时候最低的arm5年 我记得做过2.25 2.25 2.375 那15年固定也做过2.375 2.5 现在已经接近了 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这个利率呢 它不是说市场跌了 银行一定给你offer低利率 如果你在短期内这个市场变化太大 那lender根本没有办法去absorb 对 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你这么大的loan volume 因为只要利率低0.25的话 很快就大家去lock这个rate 一lock的话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 这样的话它去meet 现在这个demand已经是很困难了 它在降低利率的话 更多的贷款会进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根本做不完 做完它已去 是我做完我还不如把利率 现在keep在这个level 或者甚至高一点 来控制这个贷款进来的流量 所以现在我就发现有这个情况 特别是张伯洛的arm 我们最近呢 有几个long没有lock 当然大部分东西都lock了 今天一看呢 降完戏以后 大lone的7年的反而比前两天还差一些 就是还高一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 就表示银行太忙了 是的 因为很多客人都说 哇我在等等 我说你可以等 但是你要run一个risk 就是说万一将来 银行等不了 银行等不了的话 你的贷款的话 时间会越来越长 甚至到60天不能close 是 那个时候不能close的话 你可能rate过期了 万一过期的时候利率涨了 那你就拿不到好利息了 所以存在这个问题 看得见吃不着 对 所以一定要拿住以后 将来利率再降了 我们再做refinance 是 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人规定 你说做多少次refinance 而且我们是 中间要隔多少 中间一般都隔六个月 六个月 对 我们每次都是cover no point no fee 还有很多人的话 他利率降0.25元 大龙 要不要做 如果能给你省200块 mastery payment 我觉得应该做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非常wallet 不知道这个资金是不是有限 不知道银行 是不是还会 因为市场变低了 它会再降利率 都是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最好的情况 就是说 我们把贷款送到银行 然后我们开始get the process started get approval anytime有时候利率 比如上午两个小时 或者刚开盘低了 我马上就可以lock住 那最近我就lock几十个loan 都是做的比较低 OK 那刚才张力讲的都是 屋主自住屋 那华人比较关心的 investment property的program 是不是也相形之下 也降低了一点呢 对 investment program 我们七年的可以做到3.375 七年3.375 3.375 哇 自住房子利率 也是没有point 没有cost 也是没有point 对 哇 OK 这个loan amount要多大呢 这个loan amount 从四五十万 一直到可以一个million 多都可以 OK 这个就是说它要求贷款 跟房价比例要在60% 60以下 一般rendal property 给你低利率的话 它要求这个ratio会低一点 对 然后我们还有个特别好的program 叫不差收入的program 这个对于买房的朋友比较好 就是特别是 我先不说那些 就是能差收入的那个肯定了 那这个就是说是你只要有asset 我们就可以把钱拿出来 不需要有工作 比如说它这个房子里边有equity 那它有200万的equity 但是这个房子呢 就是说是没有loan的 它也没有工作 那我们可以给它借到up to 50% cash out 借出100万 它拿了100万 它要去买房子做downpay 然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个不差收入的贷款 所以这个贷款大家要知道 以后可以有用 张力公司的program实在是太多了 总有一两项是适合正在看电视的您 要贷款找张力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张力 那我们再下次再见咯 好的 好的 观众朋友我们第一段的访谈到此结束 下面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